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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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好 我是SKY 最希望大家先聽我一小段廢話了好不好 就是在版權政策的衝擊下 Josh Gideon 的影片確定無法贏地 我就直說了 那支影片廣告收入我只拿到549元 嘿對台幣 而對我這個以Youtuber為正直的人來說 這實在不是一個好現象啊 畢竟你知道我一個月平均就兩支片而已 所以549就是一半好不好 我平常是不太想要講這些的 因為你看我多早還是有業配 所以一直以來訂閱按讚小鈴鐺那些的我都沒在說 但我硬著頭皮又做了FMobily的單人影片 然後我也不知道這支會不會又被版權 就還是宣傳一下 如果你想支持我創作單次性的話 你可以使用影片右下方的超級感謝 常態性的話呢你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而會員詳細內容可以點加入鈕 參考一下 另外也提醒了iOS系統 會擋youtube會員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要從電腦版或其他系統的裝置登入才看得到喔 OK那終於回歸正題 老樣子呢先來個調查吧 許多人對於Mobily的終極期期待 自然之是2010世代後的獨角獸代表Anthony Davis 那依照他目前為止的表現 你認為他會是下一個AD嗎 還是你認為他就算好 也不可能達到同樣等級呢 或甚至你和我一樣覺得他還有其他的模板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 和大家一起討論討論喔 看FMobily的比賽是一種非常有趣的體驗 6尺11吋身高 詳細未知但一看就知道很驚人的臂展 加上常人中含有的靈活度 協調性 感覺他應該要打出非常快速且充滿觀賞性的比賽才對 但實際上看完他的比賽回想一下 會覺得他好像沒有做什麼讓人拍案叫絕的事情 可是再仔細想想 又發現他好像其實什麼事情都做過了一遍 而這就要回到選秀觀察中我提到Mobily 所謂危險的全能 就是指他在各項技巧上都是半成品 沒有一樣特別突出 也讓我當時擔憂他轉換上NBA是否會遇到不短的陣痛 但如今他證明了自己並非全不能 而是扎扎實實的全能 至於他是怎麼辦到的 主要是我大幅低估了他的身體條件 當初我把他的條件跟克林卡佩拉來做比較 而現在來看倒也不是說他體能真的有比卡佩拉強多少 應該是說他有更多的細節 且把各項優勢融合得更好 Mobily特別的點在於同時兼具機動性 柔軟度和體格 或許他的機動性不是最頂尖的 但也就是90分跟99分的差別 對比其他超強機動的中鋒 Mitch Robinson 沒有同等的柔軟度 Advisor或Robert Willis 在對抗後臂展延伸沒有他長 像爭強籃板時高度就允許Mobily 屢屢在挨捷對手頭上 輕鬆的把球直接撈走 或是點出到隊友手上 同時這樣精準的在空中點球 控制球的去向 也非常的吃柔軟度和手眼協調 只是許多內線都沒有的 然而Mobily在人群中總是能成功的 把球保護下來 最後機動性呢 更讓他增強籃板時 有廣大的移動範圍 也就更難阻擋 即便籃板 路上Mobily並沒有特別驚人 但要想的是 他竟然跟Jerry Allen 和Kevin Love 這兩名籃板機器同場 在兩人移自行卡位 搶下大量籃板之下 Mobily的工作就是靠著機動性 去搶下那些彈出去的長籃板 或是在人群中靠著高度長度 去快速的衝搶 可以說兩位前輩的卡位能力 掩蓋了Mobily的對抗性問題 Mobily的機動性則加強了 團隊衝搶籃板的效率 簡單來說呢 就是一個互利共生的關係 防守上也是一樣 其實為了最大化 Mobily的臂展優勢 讓他在防守中大多 執行最後一拍的斜防干擾 這相對來說 比起正面阻擋 就是一個更高難度的防守方式 只要你沒有抓準位置 和起跳的時機 站太深 就容易失去補防的機會 站太前 就很容易變成短一拍 來不及干擾 或甚至像這裡無人邊擋拆後 他踩中去防堵切入太過頭 就放給了Adbio 一個wide open的灌難機會 又或是這裡在區域聯防中 Mobily就過度注意持球邊 導致放了全聯盟中距離最好的 Derozan一個大空檔 不過一如前述 Mobily算繳了不少學費 但也確實不斷的在進步 以新秀來說 他的協防站位和時機已經很不錯了 不太會輕易放空自己的人 會讓隊友先對抗延遲持球者第一拍 最後一拍他在自己站上來 靠B甲去壓迫 而讓隊友被過掉一步 需要他站上來當最後一道防線時 他也能抓到隊的時機 離開自己的人 擋在球和籃框之間 一樣先用身體扛住對手 等到最後一拍採用B甲干擾 除了干擾出手外 他的長臂也能鋪天蓋地地攔截傳球 可以說腳踏在方圓一公尺內 空中任何球體都逃不過他的長臂啊 甚至也有幾次我們能看見Mobily 精準抓到時機 最大化自己的B甲優勢 在看似不可能的情況下 硬是刪出火鍋 而這裡更是誇張 Visfit直接或傳球或單打 Mobily第一拍明明已經被晃起來了 第二拍直接又靠B甲 讓他的出手直接蓋下 在他的巨大身材 還帶來一個很受低估的防守價值 那就擋拆後直接干擾三分出手 看看數據過去幾年以來 擋拆進攻效率最好的球員 幾乎都是那些人在單擋後 直接帶一部顏射三分的球員 可以說就是這群人的出現 讓擋拆變得更加無解 但Mobily的長腿長臂 讓他可以稍微成推拍 當對手一收球拔起時 再迅速往前一步去做壓迫 不能讓對手直接擋拆後拔起 還是跑動射手繞過Offscreen後拔起 他的身材優勢和拿捏得意的干擾 都能造成對手的不適 結果就是 當雙塔同時在場 對手又想快速搶投三分時 他們幾乎都會拉Jerry Allen的人 上來打擋拆 也對別忘了 他也是聯盟最頂尖的防守中鋒之一喔 他們會寧願拉Allen上來打 也不要讓Mobily上來 光從這裡你就能知道對手 有多忌憚他了 同時Mobily的機動下柔軟度 也體現在防守上 前者讓他在直面的範圍內 能快速干擾對位 後者則讓他在背對 角度不對 或甚至失去防守位置之下 仍能成功的干擾甚至蓋鍋 也就是進步增加他的容錯率 這兩者融合起來 就帶出了更巨大的防守範圍 像這裡他先協防持球 然後快速隨著傳球轉移同步撞心 並精準的靠手眼協調 點到Diamond的球 這裡Mobily其實踩上了協防的時機偏晚 帳位也很深 如果是一般體格的球員 很可能會被對手在空中閃避掉 等Mobily起跳後 在半空中扭腰伸手 持續壓迫出手 這就是柔軟度加上體格的優勢 這裡也一樣 免得Dirotan上來 Mobily有些過早起跳 但半空中稍微扭腰延展長臂 就成功將他的出手蓋掉 這裡他協防後鋪防Siakon 變一個墊步快速轉移重心 追防踩死去路 逼迫他轉身 最後靠臂展成功干擾 最後這裡他先將對手切入關門 然後迅速轉移重心跟防 即便被過掉一步 他還是成功抓準時間差起跳 靠著臂展和延展性 往前把球給蓋掉 也因此在臂展 重心轉移 直線速度 柔軟度等特質之下 Mobily有非常大的防守範圍 能協防進藍底 逼對手傳球後 再快速的往外圍close out 甚至這裡他就先直上直下 不犯規的 毒死Maitre的出手 再從藍底一路飛出去外圍 趕著Bordanovic的3分 可以說正是他將能大範圍移動能力 才造就了他和Alan和Markan的3塔能夠成帝 Alan只需要專注在禁區防守 Markan只要更好自己的人 剩下空氣溜進來的 外面埋伏的 被過掉一步之後需要幫忙的 誒 全都是Mobily這個大範圍斜方者的任務 最後在擁有如此多元的防守優勢下 Mobily自然也有擋拆後 直接換防後衛的能力 將這趟面對DeRosen 用沉退的步伐將到牆壁干擾 順利的壓迫了他擅長的中距離出手 這趟面對Dorate 對手有一個刁鑽變速 Mobily直接給靈活墊步 就重置重心追防 最後靠牆壁從後方直接蓋掉了出手 所以總結防守來說 確實Mobily不是Yannis那種無敵體能怪 他的爆發力、彈跳力、機動性各項都不算是最頂 可如果嚴重低估了他的柔軟度和協調性 以及他讓所有條件整合後發揮出來的威力 身材加體能加頭腦 讓Mobily的所有條件能1加1加1大於3 這是他按近年的多數高機動性中鋒 劃出分水嶺的地方 也當然他的防守還不到完美無缺 遇到D位重型中鋒 他的對抗現在下盤根本扛不住 他也還是經常在團隊防守上犯一些菜鳥的錯誤 向這裡球大角度轉移後 他理應輪轉到這個點 但他也慢了一拍 放個最不該放個對手 一個大空檔 可是這張籃板端 防守上Mobily和騎士陣容 也是互地共生 Alan這層護匡門神 讓Mobily有犯錯的空間 像D外單打血獸的他 後面呢還有Alan的補防 如果Mobily輪轉慢慢拍 內線也有Alan幫他擦屁股 並且外部還有Okoro Lamar Stevens 這些外圍鎖的飛來飛去 刺激斜防蓋鍋 甚至等雙塔圍堵後 在埋伏攔截傳球 在這樣的掩護下 Mobily找出了全聯盟第5的Defense Windchers 同時在籃底下降低對手命中率11.7% 也是全聯盟第6 誒是的你沒看錯 一個菜鳥有聯盟最頂級的防守數據 而騎士自身也打出了全聯盟第4的防守效率值 以及壓制對手藍底面中率 至全聯盟最低的成績 因此可以說騎士這一季的防守 是團隊的大成功 Alan極外外猥琐 一票高大側翼 掩護了Mobily的經驗 這群學長們為防守打下了扎實的底子 Mobily用他規格外的條件 提高了防守的天花板 在學長們達好的底子之上 達成了原本難以達到的防守效果 那你知道還有什麼東西 能讓你達到原本難以達到的效果嗎 好啦Surfshark啦哪次不Surfshark 是的 本次影片再次由Surfshark VPN贊助播出 VPN也就是虛擬私人網路 能將你的網際網路加密 阻擋惡意軟體 廣告 資料搜集 且Surfshark 使用最先進的VPN安全協定 開啟後再也不會看到三角軸軸 失去了一切 地方媽媽需不需要你 或是你是本網站的 第幾百幾千個訪客 同時VPN也能讓你轉換到其他國家的IP 從而解鎖上Netflix有區域限制的秀 或是能固定觀看NCAA的ESPN Plus等等 甚至透過轉換IP 來獲取限定區域的網購優惠 更比對Surfshark還能和所有主流操作系統相容 一個帳號又可以在無線裝置上使用 完全是將你的網路體驗 升級到原本難以達到的高度啊 現在就到這點留言 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SKMBA91 即可享有17折優惠 以及超值的三個月免費使用 安全性隱私限於餘的體育網購 不管你是第十萬第百萬個購買Surfshark的訪客 你都只會在這裡得到一切 前面都在講騎士的雙塔甚至三塔 如何替他們贏得防守優勢 但當騎士確定要打雙塔時 基於Mobily和Allen超乎常人的條件 我們大概就可以預估到他們的防守不會太差了 所以回到初始 對於雙塔的質疑其實是來自進攻空間的部分 沒錯 不只你以騎士擁有這種高機動性防守者 現在聯盟幾乎每隻球隊都至少要配備有數名大範圍斜方點 就算鮮少有球員像Mobily這樣 同時還兼具了高度長度 但這樣的轉變 也足以引領出現在Fiveau逐漸風行的新潮流 而當其他球隊連中鋒刀拉出一三分線 只為了解放膽底空間給外圍球員切入時 其實卻擺上了Allen跟Mobily 這隊不算有外線的雙塔 此時空間這個看似無解的大災問 他們是怎麼解決的呢 欸 一樣 進攻上Mobily和騎士也有非常類似的 戶地共生關係 首先當你攤開球員數據你會發現 騎士除了Garlane以外 並沒有什麼好的射手 或者應該這樣說 總教練JB Bickerstaff 比起拼外線他更愛拼防守 所以2019首輪選的純射手 Dylan Windler幾乎上不了場 他寧願用沒什麼外線的Stevens和Occoro 以及高大可是外線不穩定的Markanand跟Ding Wade 也因此看回數據 騎士本機可以只是真實命中率 是倒數第七 Wild Open三分出手雖然是第六高 命中率卻也是倒數第七 顯示了騎士缺乏外線支援 對手也樂於放投他們的事實 所以雙塔非但沒有如原先預期的 造成騎士空間卡死 反而是幫助到了騎士拉扯對手防線 因為本就沒什麼外線的騎士 非常需要小空間操作的能力 也就是在狹窄空間內自行創造空間的能力 這樣的能力可以套用在Darius Garland 出色的主動牽引防守上 可以套用在Jerry Allen 破壞力超強的進去吃餅及腳步上 也可以套用在Kevin Love優秀的高地位擔打能力上 這些球員的罰球線到藍底這塊區域的強大牽制力 也就是在狹窄空間內自行創造出手機會的能力 被拉出的騎士雖然不算多好 但聊勝於無的外線空間 而當進攻端什麼都能做一點的Mobile被放進其中時 不只他自身的缺陷被掩蓋 還防守一樣 他的全能性更讓團隊進攻產生的不一樣的質變 實際的Mobile目前進攻我會說是樣樣通樣樣鬆 直觀來看 他的低位到高位軸去這塊區域接球後 並沒有足夠的腳步去接地欄框 導致幾乎都是跳投作解 當然你可以說滅得Gobert 他不跳投根本沒有優勢 但這裡面對到艾力科頭的Harris和Butler 他也是虛晃兩下就轉往中路去做翻身跳投 既沒對抗 也根本沒有試圖去創造通往籃框的路徑 甚至像這台高位接球後算確實往裡面頂 可是Miles Bridges被沒有被晃開 仍然擋在他在籃框之間 Mobile因為直接收球墊步 而沒辦法往另一側再去做轉身 並且他拉回到前面他接球時 此時Osman在底角拉克空間 另一側則是由Mason Plumley坐陣在籃底 如果Mobile往另一側打 是不是就有機會創造射手的空檔 可惜他每閱讀出來只是一股腦的往裡面衝 而在缺乏進階腳步之下 Mobile的中間便非常仰帶他的臂展 幾乎都是在貼著防守的情況下 麥高勾射或跳投 也於是此時就又暴露出另一個問題 那就是對抗性不足 Mobile在行進階下盤並不穩定 所以比起高大的防守者 他其實更畏懼下盤穩固難以頂開的防守者 因為通常遇到這類球員他就會越頂越外面 最後反而完全失去位置 出手空間被吃光只能亂丟手場 也當然我們不是想說Mobile的自主進攻很糟 事實上他的低位單打效率 還是可勝聯盟65.1%的球員 如果純以潛低來看他的單打確實值得期待的 像這裡他就在高位接球後靠速度甩掉O'Neal 翻身勾射得手 這裡面對橫移出色的Jackson 他有一個三斜的動作讓對方以為他要往右找人手遞手 沒想到Mobile直接將球一化帶動身體加速切入得分 自己球快速且大角度的轉移 讓Mobile得以先要到一個更深的位置 於是輕鬆的在禁區內一個墊步 拉出空間後勾射得分 這裡他背空Siyakon 發現Bruns準備協防 於是先往底線轉身 拉開與協防的距離後 再轉為擅長的中路勾射得手 對比前面單打矮不止一顆頭的Bridges 還自殺式的往人群裡面撞 閱讀不出空間 這幾個片段可以看出 只要他能讀出空間在哪 哪裡是能見光的區塊 哪裡可能有更舒服的出手時 他就更能找到通往南框的路径 不會被動的只剩下跳投 再來前面我們提過他對抗其實還不夠嘛 但其實Mobile並不迴避對抗 只要他認知到對手 他頂得開 哭著他已經先要到夠深的位置 他仍然是勇於碰撞對抗 靠身體清除出手空間的 像這裡可以看到 他單打同樣單薄的Christian Wood 就直接霸凌式的頂進去 創造出手空間後直接放藍 同時還可以注意到的是 Alan的藍框另一側 由於具有強大的吃餅能力 所以Kevin Porter Jr.絲毫不敢離開 他去干擾Mobile 就這樣讓Wood被晾在籃底一對一吃乾麻鏡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說 起司陣容和他是互利共生 Garlane主動牽以後的衛球 Alan和Love的防守牽制力 都讓Mobile有第一拍更好的出手空間 而Mobile高低位接通的單打 也讓對手有所忌憚 從而解放了上述幾位球員 創造進攻的小空間操作 所以他的單打到底好不好 就看你要用怎樣的標準去看待 如果從基本功來看的話 Mobile絕對已經勝過多數新秀 你可以注意到 他明明有彎副Jumper的爆發力 但他接到球多半會善用墊布 去重置重心 終結時也盡量使用墊布 去創造空間和保持平衡 這些都讓他即便進階技巧不足 卻很少有過於失控的出手 只是呢也得坦承 如果從球隊主地進攻點的角度來看 進階技巧不足 需要隊友TR創造仍是鐵打的事實 因此對我而言 Mobile的持球進攻目前仍 比較偏向是奇襲的功能 而非球隊能穩穩每一回合 當作主武器的打法 不過搭配上騎士現有的陣容 仍足夠彼此相輔相成就失了 而放長遠來看 Mobile本季已經有穩定的勾設 也有勾設被鋪防後 第二拍的up&under腳步 將能持續增強對抗性在下盤 他的高低位仍是有巨大的可能性的 現在只是奇襲 或許兩年後 就會變成騎士賴以為生的主武器 甚至像這兩個頻道中可以看到 當Mobile的機動性搭配上他的連續彈跳力 以及已有基礎的高位切住腳步 放膽能力時 所帶出的破壞力 哎呀 是有多麼的強大 試想一下 假如他的對抗性能持續加強 強到他不論遇到多厚實的對手 都能這樣打的時候 那…會有多像Yanis 而不是會有多恐怖嗎 而由他在籃底超強的原地起跳能力 帶出的是 Mobile除了奇襲士的單打以外 他本季另一樣 同時也是最穩定的得分手段 那只是籃底吃餅 但籃底以外 到中距離的區域內 命中率僅38.2%的他 在正籃底下 卻有高達72%的怪物級命中率 正是因為Mobile可謂彈速、彈跳、高度三位一體 只要讓他在免責區內接到球 他幾乎是無法被阻擋的 同時一樣 Mobile的協調性在手軟度 讓他在碰撞和球失控的情況下 仍能穩穩接住 鞋爪奶游手也更加彰顯了 他籃底吃餅的價值 最後 在有巨大的原地終結能力下 如果對手傾盡全力起跳 防堵第一拍 Mobile又有足夠的意識和腳步去晃掉對手 再進行第二拍的挑戰或是勾射 當然Mobile能吃餅吃得如此輕鬆 絕不只是身材的功勞 他也有不錯的無球意識 尤其是腳擋Sleep的實際和走位 像這裏他一看見Siyakon往上踏一步去圍堵Garlane 立刻拆掉往下走 搶到一步的先機 就讓Barnes不敢正面防堵Garlane的切入 因為這是一個無人鞭 他只要一正面踩上去 我們前面都看過Mobile蘭底吃餅的把握度有多高 最終讓Garlane得以刁斷的拋頭得手 這裏他一發現兩名防守者都往上踩 又立刻Sleep下去搶到一步 最後空階灌籃 同時也可以注意到柔軟度不見的Novel 面對往內的傳球 只能原地伸手空灰 對比Mobile能在空中轉身干擾 再次印證前面提到 他和許多高機動中鋒的差別所在 另外這兩個片段則是典型的短檔拆 在對手的往上夾擊持球者下 Mobile的夾擋Sleep往往更得以發揮 同時更因為他有極長的跨步幅度和優秀的機動性 讓他能抓準斜方移動上來的瞬間 主要時間差過掉對手 不過從數據來看 Mobile的擋拆效率 只能勝過聯盟16.7%的球員 儼然就是個底標水準 而這除了雙塔進去空間中就狹窄以外 也是因為他的掩護品質不算優秀 偏單薄血送的身體經常擋不到人 或是被對手溜過去 沒甩掉防守之下 他終結時對抗性的劣勢就容易被放大 也因此Mobile的擋拆場均僅2.2回合並不常使用 其實更多時候會將擋拆任務交給Allen去做 Mobile則會擔任務求掩護者 昏守遞守的功能 這兩樣多半是在提速的狀態下去做的 且接球者本身就已經先靠跑動領先對手一步 此時Mobile就能利用追訪的時間差 製造Mobile夾擋Sleep的機會 不過這裡也不是要說死Mobile在擋拆上的可能性啦 畢竟以他的骨架來看是可以掛肉的 他擋人的品質只會越來越好 加上Garlane也是前述那種單擋後能直接噴三分的球員 這種球員最最容易在擋拆後吸引到包夾 解放Roman的空間 也因此Mobile和Garlane的擋拆配合隨著時間 我相信會在旗幟的戰術本中佔有越來越大的份量 看到這裡我們大概已經能整理出Mobile進攻的雛形 頂級的單體終結能力 具備高潛力的高地位單打能力 而未來他要怎麼將這兩樣能力進一步的最大化 一是閱讀防守 二是外線能力 閱讀防守方面前面已經看到過 Mobile是否能夠閱讀後判讀空間在哪 就已經和他的單打成功率有蠻大關聯了 而倘若要作為Garlane身邊的第二個戰術核心 那吸引防守後進一步正確解讀並傳球的能力 就是他勢必得要開發出來的技能 否則就像老一娘 全隊只能靠吹樣一人發動 封鎖住他 就等於封鎖住Capella和John Collins兩位吃餅怪物 至於這部分嗎 又如前述Mobile也是好 但卻也還不夠好 直觀從比賽來看 他確實在場上各個區域都能分球 在低位能夠正確閱讀弱邊的斜防 能夠找到空切進來的隊友 不論在高位低位 他都能閱讀掩護空切 找到防守交道不清後 獲得瞬間空檔的隊友 在外圍接應後 掌握他能靠速度過掉對手 他也能時時刻刻穩定的分小球進去給Alan 一個是能在人群中塞小球 一個是能暴力頂開對手吃餅 完美展現了兩人的小空間操作能力 不只在進區 當他拉出一到三分線時 他也有跟騎士一票高大封線打highlow的能力 因此當對手擋拆圍堵Garlane時 Mobile也能順下的罰球線周遭接球打斷擋拆 吸引斜防再刺激側印給射手或是空切的隊友 甚至他也曾展現過單手傳球的能力 這些都代表他有開發出側印的潛力 但應該蠻明顯的吧 以上這些都不是太複雜的閱讀 幾乎都是一拍的斜防沒有第二拍的輪轉 雖然能快速解讀代表Mobile有不錯的觀念和空間感 只是這還不代表他能成為戰術的核心 而從以下兩個片段來看 當對手射陷阱給他 第一拍斜防進來 第二拍會讓司機埋伏在他的視線外 這樣多半Mobile就無法察覺到 會直接把球送進陷阱中 所以更多時候只要第一拍斜防進來後 Mobile找不到空檔在哪 他就會硬是靠著身材賣高直接硬打 這就很像誰呢? 咦?就很像以前的Joy and Beat 因而我不看好Mobile成為Marcuso那類型的側印中� 而是偏向Mobile亮 隨時時間經驗累積 本質上還是自行得分優先 不過遇到強地包夾時 他還是可以正確的解讀並傳球的類型 且像這個片段可以看到 當他遇到較矮小的對手時 他就能看見弱兵的對手埋伏 準備攔截給空切者的傳球 於是耐心的保持運球王怪 等到協防一回味的瞬間 立刻單手分球進去給他Okoro得分 雖然樣本極少 但這就是主動牽引的意識 也是Mobile近兩年來 他終於開發出來的能力 如果Mobile未來能穩定做到這一點 搭配他巨大的單打潛力 一切呢 將會變得非常的有趣 外線能力上 可以帶回到2013年選秀回顧 我談Noel的那塊 當時我提到Noel之所以無法成為Anthony Davis 是因為他不具備中長距離作戰的能力 空有體能和體格 卻拉不開空間的話 對手大可以沈吞在籃底 擋在你和籃框之間即可 而這...不知和前面Mobile 打不進去的片段一模一樣嗎 10年如果Mobile只想成為吃餅 兼具齊齊單打能力的球員 就像John Collins那樣的話 那他確實不一定需要穩定的跳投 可是假如他想成為上速如MB那樣的存在的話 先不談三分球 至少中距離能力是一定要有的 但攤開數據 Mobile本季至今罰球命中率僅67.7% 對比Anthony Davis 新秀年有75.1% MB只有78.3% 明顯他們的手感柔軟程度 一開始就有了差距 也於是面對雙塔的陣型 開啟騎士還會適合讓Mobile站底角 可是看看他主流3分Kid的時候出手的次數 就知道 騎士隊顯然也發現 這並不是一個太好的主意 而走到現在 騎士的做法轉為最大化主力們的小空間操作 Mobile也因此更多的被定位在高位附近 讓當球倒進低位時 他可以接應靠速度過人 或是直接由他打手遞手時 他也能視防守情況 看要交球後Roying吃餅 或是直接假裝手遞手轉為高位切入 但近期對手又逐漸發現 好像連中軍裡一起放投也是個好主意呢 像這裡Love在低位被包夾 Mobile上中接應就直接被放空 這裡暴龍守區域 Mobile上中接應就直接被放空 這兩個片段則是後衛直接交球給Mobile打短檔拆 但對手直接沉退一步放投他 最後Mobile也很意氣相挺的打鐵收場 因為被放投原本可能存在的高位側硬 短檔拆側硬 或是Mobile接球後牽引防守 自行單打 這些戰術價值全都消失了 甚至在遇到有大型中鋒的球隊時 為了拉開空間 Mobile的出手幾乎全部都會分布在中距離 此時假如當天他中距離手感不好 很容易就會因此存在感大跌 直接讓廠商隱形 也於是開發出法球線周遭的跳投和拋投 可以說是Mobile下季最重要的任務 對他自己而言 這是開啟他單打和吃餅能力的鑰匙 對球隊而言 這是完整雙塔進攻體系的關鍵拼圖 當Mobile在高位低位都有威脅性時 那Garlane牽引的空間 Allen吃餅的空間 Love高低位作戰的空間 乃至那片外線不穩定的側翼群空切的空間 所有一切都會隨之得到解放 不過索性面對對手的放投 目前為止Mobile心態保持得很良好 你敢放我就敢投 不會因為打體的產生位置 也於是明星賽後他的翻身跳投 我覺得是有越打越準的 就算腳步不足被干擾到 他也可以靠二樓視野硬投進去 就期待他能早日將這些畫面轉為日常吧 總結攻守來說 Evan Mobile從選秀成危險的權能 到如今星星連快打完已成真正的權能 靠的不只是他自身體能體格加上腦袋的優勢 也靠騎士全員去掩蓋他對抗現在下盤的劣勢 可以說Garlane和雙塔的一矮兩慢組合 是完全逆於時代的操作 但卻神奇的 打破了2010後 逐漸形成了雙塔必敗鐵律 而其中呢 除了Garlane和Allen各自幾項牽制力 Mobile讓什麼都做一點 且什麼都能做出影響力的存在 更是使得這個組合得以成立 打破10年來的鐵律的關鍵 防守上Mobile無疑有著和Mbit 跟Davis匹配的前提 也就是年度防守球員級別的前提 甚至我會認為他可能是自Davis Galbert和Mbit後 防守天花板最高最高的一名內線新秀 雖然防守站位協防時機都還需要磨練 但靠著身材和靈活度 整個半場都是他的防守範圍 並且當他作為護匡協防者時 他有怪物級別的壓制能力 進攻上Mobile有很高的機會成為頂尖終結者 放眼全靈門沒幾人比得上的藍底吃餅能力 穩定有49%命中率的二樓勾射能力 且左右兩手都能終結 左右兩側肩膀都能轉身進攻 可以說只要讓他進到藍底 你除了祈禱他自己放槍以外 完全沒有任何有效方式去阻止他得分 但他閱讀防守能力和中距離能力 可以成長到什麼程度 將會決定他能否從頂尖終結者 變成戰術發起點 也就是從Clean Capella 變成RevoMbit的概念 而這坦白來說 現階段很難去預測 因為漾漾通漾漾松的特性 他能開發的技能非常非常多 但你無法確定哪些技能是騎士替他掩蓋掉 其實沒有成長空間的 有哪些技能是他本來就夠好 可以隨著時間持續成長的 以過去經驗來看 就曾出現好幾次這種難以預判的案例 像Crystus Persingas 最後也是只有跳投和護匡有技術成長 像John Jackson Jr. 達到第四年反而只有防守對線最大化 慶幸的是Mobile現在地板就已經高到不可思議 新秀年他很可能就算沒有騎士陣容加持 也會是妥妥的先發集中鋒 優秀的突圍Player 只要持續增強身體 解決單防藍板卡位等問題 他保底也很可能會是加強版的Clean Capella 在擁有Capella的頂尖防守之餘 進攻上還是Capella的吃餅 將是John Collins的進攻多元性 把老英那兩個吃餅怪物搓一搓 創造出來的吃餅神人 但如果他把跳投至少中距離啦 以及閱讀防守分球開發出來 那在巨大的防守潛地下 我其實不太想繼續拿他跟Chris Bosch比較 反而不想拿他跟9MB做比較 也當然兩人骨架上可能稍微有差 而且MB手感目前是大勝的 不過那個身材體能協調柔軟度 帶來的單打上限和護匡上限 近年類似代表確實就是MB了 再來假如跳投開發不完全的話 那選手出探時 我曾給出的終極模板Yanis 也是值得考慮的 對!不只前面連續談他的部分 我說他有Yanis的身影 Mobile在某些時刻他的大跨步 和不講理的單臂爆扣 也都讓我有種看見當年Yanis的錯覺 而且MB和Yanis 各在大學新秀年時 也是沒有什麼自主進攻 他們都是會跟好 一路自主苦練開發出來的類型 而要論腦袋 慧根 Mobile我相信不一定會輸給他們 最後假如Mobile 沒辦法開發出MB和Yanis等級的單打 畢竟MB的單打 已經接近是融合側翼的技巧了 更別說那個扯淡的中距離手感 而Yanis則是非常吃爆發力 和身體的耐受力 就覺得這一開始也是有點影子 結果打了兩年的膝蓋就爆了 所以雖然說是有機會練啦 但他們那種層級的單打水準 真的也不是說想練 就一定練得出來的 因而假如不從單打面上去深究 而從全能性來下手的話 我忽然想到另一個有趣的模板 那就是David Robinson 高機動性 強大的高位作戰潛力 優秀防守 單一技巧都不到超級的頂尖 但融合起來極為全面 魔鬼里新秀年展現出來的多元性 對我而言就有點海軍上將 當年的影子在 又當然Robinson的年代我沒有實際經歷過 所以從流傳下來的二手資料去推斷 可能會出現認知的誤差 這部分如果真的有問題的 就還請到流傳去幫我指證補充啦 總之呢就像前述 全能性如果從負面的角度來看 這是難以預測後續技術開發狀況 可能雷聲大於點小 可是如果以樂觀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就能開發的高度極度的巨大 上面三個天花板各自都有不同的風格 但都是一時之選的巨星 由此不難明白Mobile可說是 蘊藏著無限的可能性 但不論如何地板是加強版的卡佩拉 天花板是Robinson 甚至還可能是Mbit或Yannis 就算沒能開發到極限 只要在這個模板區間內 我想怎麼樣這投資都不可能會虧的 最後這裡再提一下為什麼 我從頭到尾都沒有拿David和他比較 第一是AD的爆發力幾乎是歷史無雙級別的 甚至我個人覺得Yannis的爆發和彈跳 都不一定有他強 所以我才拿卡佩拉而非他來比較 第二是球風上 AD是純粹的體能型終結怪物 你不會希望他有太多持球單打 而Mobile我前面則一再強調過 即便有卡佩拉加Collins的吃餅 但他最理想的型態 是走均衡全面的風格 這也是我們拿Mbit或甚至Deville Robinson 來比較的緣故 而在Garland今年空船大躍進 幾乎讓人看見Nash的身影 Mobile也證明自己是新人王的有地競爭者 以及看起來像沙場老將 但其實才23歲的Jerry Allen 還長近期交易入隊的Karis Lavert 騎士絕對有本錢在未來的3-4年內 反覆衝擊東區 就算3-4年內沒能衝灌 屆時Lavert有所退化 Allen的5年合約也逐漸接近尾聲 他們仍有本錢以Garland和Mobile 當招牌繼續招兵埋馬 Well如果說連續3年超爛錢當作代價 就為了拿到一個能再次扭轉對死的爭獲 那Mobile很可能就是那個人了 也的確啦 Steve Nash和Deville Robinson的組合 聽起來像是個我們在2K中 才組得出來的夢寬隊伍呢 那麼最後也別忘了開頭的問題 你覺得他是AD2.0嗎 還是你同意我的看法呢 又或者是你認為他根本摸不到這些球員的高度呢 快去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吧 好的 Evermobile的新秀觀察到這裡結束 下一支開始就是大補帖啦 吧 總之希望可以在4月底前搞定新秀 進入選秀 然後這裡也再次感謝SurfsharkVP 贊助這支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 再見啦 O одного 演出的 Veterined 感谢观看